欢迎再次外看九令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4月25日 广东消息显示 深圳的福田区黄港水渭川 4月24日发生了紧营冲突 并附上了相关现场视频 由于平台限制部分片段被剪期或编辑 当地的一位民众反馈提到 太缺德行 游戏人连自己的坑都灭了 早上4点钟一帮土本就把大家的祖宗的地方给弄没了 当地第二个民众反馈到 目前居士已经拆了这个祠堂 不过拆的是哪的 以前分家之前 水渭和黄港一起的 后来黄港又自己弄了一个新的一个 被拆的其实是水渭的 但是位置在黄港 黄港同意了 应该已经拿到钱了 没给水渭 黄港和水渭以前是一家 都是装姓一脉 目前中国的媒体平台出现搜索关键词 深圳黄港村祠堂冲突 水渭村祠堂被拆 黄港村强拆祠堂直播 装饰祠堂被拆 深圳祠堂被拆迁了 黄港村发生了什么事 深圳水渭最新消息 今天黄港村扮演猜 深圳强拆后续判决 深圳福田警方出动800警力 深圳半月拆祠堂 装饰祠堂被拆 大宗祠为谁而建 深圳装饰宗祠 黄港村祠堂为前 装饰集团董事长 深圳水温村祠堂 上圣装饰祠堂 酸旺装饰祠堂 酸旺装饰祖祖祠 潮善祠堂方明榜 如关此事 香港当地媒体香港灵异 在今日的报道中提到 4月24日凌晨 被黄港村为强拆 多人出来抗议 随身村民 是指出 行为凌晨拆走 我弟都为酒就拆了 你女士提供影片可以看到 因为中市被强拆 在黄港村 黄仙酒店门口一度爆发 发生过精明冲突 民众拿开铁马和警方发生 推挤 4月24日 民众更搬起 已日作战 庄室宗祠附近的 C2出口 地铁站与警方对峙 急着 坚决反对 拆除宗祠 捍卫宗祠 绝不退让 强拆宗祠 违背庄室族人 天理不容 截至晚间19时20分 人情认为善气 截至到现在为止 当地警方未有回应此事 这些有关 装饰宗祠 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 曾经是深圳 现存罕见的 从未修起 建筑原貌 保存较好的宗祠 既有较高文物质和 416米 面积582.4平方米 前堂面阔三间 近身三间 平面呈凹形 大门外 两侧有俗台 半组为方形 额角 十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